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章经文很特别 虽然可以用几句话就足以陈述约拿班帮助大卫的经历 圣经却用了一整章的篇幅 一共42节的经文来细细描述每一个过程 对比之下 上一章末了只用了短短的七节来告诉我们大卫先逃到撒摩尔那里 为什么呢 两个大男人之间的情意和帮助有那么重要吗 比先知的话更重要吗 大先知撒摩尔对大卫说了什么 圣经没有记载 大先知撒摩尔对追杀大卫的扫罗说了什么 圣经也没记载 甚至就连追赶大卫之人和扫罗受感说话的内容如此的神奇 却都没有记载 既然在这一章详细地记载了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对话 我想 人会更好奇大先知撒摩尔说了些什么 也很好奇受感说话时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奥秘 但是 神更要我们看见的 却是大卫和约拿丹这两位好弟兄之间的情意 是何等情深和宝贵 大卫和约拿丹的这段记载 让我们看见朋友之间的彼此相爱 竟然可以到如此地步 因着神的全辈救恩 我们不但与神和好 我们也与人和好了 神不但赐给我们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也赐给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 阿们 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默想大卫和约拿丹的经历之间 极其宝贵的友谊 第一部分 大卫寻找约拿丹 共同商议并在神面前立约 《撒摩尔记》上二十章一到二十三节 续上一章的记载 大卫来到撒摩尔那里 但他没有一直留在撒摩尔身边 当扫罗追赶大卫来到撒摩尔那里 神以超自然的方式保护了大卫 神使扫罗受赶说话 一昼一夜 陆体躺卧 此经历给了扫罗反思的悔赶机会 这事之后 扫罗没有继续追赶大卫 而是回去了 此经历也给了大卫逃跑的黄金时刻 从撒摩尔身边 大卫逃跑来到了他最好的朋友 约拿丹那里 从他们俩的对话中 我们看见他们如何彼此信任和彼此扶持 第一 大卫递约拿丹的坦诚和敞开 并谦卑地询问 我做了什么 有什么罪孽呢 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 在逃亡中 大卫警察自己是否有什么罪 导致扫罗如此厌恶并追杀他 他既清白没有得罪扫罗 为何扫罗要置他于死地呢 第二 约拿丹对人的信任 他相信自己的好友大卫 也相信自己的父亲扫罗 他说 断然不是 你必不致死 约拿丹相信父亲 无论大事小事 绝不向他隐瞒 他说 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 绝不如此 即便如此 我们待会将看见约拿丹 也不是傻乎乎的盲目信任父亲 一点坏事也不可能做 他会去查明真相 第三 大卫洞察人心 看出并点名扫罗的心思说 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 所以向他瞒着 免得叫他愁烦 大卫同时坦白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离死不过一步 第四 约拿丹绝不妥协 愿意帮助大卫 处于两难之间的约拿丹 怎么办是好呢 一边是自己所敬爱的父亲 一边是自己治好的朋友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时他对大卫说 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 约拿丹选择持守正直的心 没有为了对父亲的敬爱而妥协 更没有为了讨好父亲 而淹没自己的良心 去出卖自己的好友 第五 但卫请求约拿丹与他配合 趁着次日 原本是该出席在扫罗面前 一同坐席的日子 但卫故意缺席 让约拿丹从扫罗的反应 来查验他父亲 是否铁了心 要除灭大卫 第六 大卫信任约拿丹说 求你施恩与仆人 因你在耶和华面前 成与仆人结盟 我若有罪 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大卫并不是在利用 与约拿丹之间的情谊 来遮盖自己的罪 若侦查出大卫有什么罪 大卫宁愿约拿丹亲手杀了他 因为大卫信任约拿丹 宁愿死在他的公义审判之下 也不愿意被交给一个不公义的扫罗王 第七 约拿丹同样也信任大卫说 断无此事 他不相信大卫会做出不忠的事 更不可能自己亲手杀了大卫 因为他相信大卫的为人 他保证若知道父亲扫罗决意要杀害大卫 必来告诉他 第八 约拿丹谨慎行事 他带大卫离开宫殿 往田野去 避免人多眼砸 第九 约拿丹在耶和华面前 有一颗无愧的良心 他们俩在耶和华面前结盟 约拿丹说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 并答应大卫自己必来报信 十 约拿丹相信大卫必蒙神眷顾 他说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约拿丹已经看出神与大卫同在 甚至极有可能 他这时已经相信 大卫将来要取代他父亲扫罗的王位 但他没有嫉妒大卫 没有设法推翻大卫 他也没有陷害大卫 反而是看见了神的恩宠 就大方地祝福大卫 第十一 约拿丹求大卫眷顾他 说 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 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后 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于是 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 约拿丹此举动 保住了他后裔的命 因为大卫也是顾及弟兄情义的人 恩待约拿丹的后裔 十二 约拿丹对大卫的爱 就是圣经所教导爱人如己的爱 约拿丹因为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是他在起事 十三 约拿丹想出安全的法子来 向大卫报信 以射箭为暗号 若他对童子说 箭在后头把箭拿来 表示大卫可以放心回来 他必平安无事 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 就表示有危险 赶快离开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 十四 约拿丹相信 他与大卫之间有神作证 最后 约拿丹说 至于你 我今日所说的话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 直到永远 这一段深情的告白 虽然不是人间男女的情爱 但却是同样刻骨铭心 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谊 以及无血缘关系的弟兄之间 让我们看见 在神里面的彼此相爱 原来如此美好 没有掺杂 没有污秽 没有私欲 而是在神面前彼此信任 彼此坦诚 彼此守护 彼此成就 第二部分 约拿丹为大卫冒险 探测父亲的心意 险些上命 《沙默尔记》上 20章24到34节 按照计划 大卫藏在田野 约拿丹就回到宫中 第一日 扫罗看见大卫的座位空着 没说什么 他认为大卫肯定是遇见什么事 而不洁净 所以没来 因为那是平安季 若是不洁就不能吃 可是到了第二日 扫罗看见大卫的座位 还是空着 就按捺不住 便询问约拿丹 约拿丹按照大卫的话 回复扫罗 说大卫向他请辞 回伯利恒去 因家人在城里有献祭的事 结果扫罗一听见 就向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发怒 用非常狠毒的话咒骂他 你这顽梗背腻之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 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自取羞辱 以致你母亲陆体蒙羞吗 接着扫罗道出了 自己心中的顾忌 耶稀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 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 原来国位才是扫罗所在乎的 他以为自己的儿子约拿丹 也应该像他一样 紧紧地抓住国位 除掉任何妨碍他的人 所以扫罗吩咐约拿丹 现在你要打发人去 将他捉拿交给我 他是该死的 约拿丹再次劝戒父亲 他为什么该死呢 他做了什么呢 对约拿丹而言 大卫没有做错什么 所以不该处置他 但是这时的扫罗已经上心病狂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甚至当下向约拿丹把枪制过去 竟然连自己的儿子也要杀 看见这情况 约拿丹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了大卫 这时约拿丹应该明白 扫罗追杀大卫 不是因为大卫犯了什么罪 而是因为扫罗害怕自己的王位不保 约拿丹就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 整日都没有吃饭 因为看见自己的父亲 如此羞辱自己 治好的朋友大卫 心中为大卫甚是仇烦 对约拿丹而言 与大卫的友谊比王位还要重要 他为了大卫的险境 心里十分焦急 如新约圣经的教导 不单顾自己的事 还要顾及他人的事 第三部分 约拿丹与大卫的深情告别 上摩尔记上20章35到42节 按照约定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 次日早晨 约拿丹就带着一个童子来到田野 约拿丹把剑设在童子前面 让童子去剪的时候说 剑不是在你前头吗 这就是危险的暗号 约拿丹还加了一句 速速地去 不要迟言 强调危机的紧迫性 这些话 童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 这是他们俩的秘密和暗号 约拿丹把童子打发一离开 大卫就从磐石后面出来 俯伏在地 拜了三拜 这是对王子的敬重 也是对好朋友救命之恩的打谢 接着 就是他们俩深情的告别 两人亲嘴 彼此哭泣 大卫哭得更痛 约拿丹对大卫说 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裔中间为正 直到永远 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大卫就起身走了 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 亲爱的 你是否羡慕这样的友谊之情 其实 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因基督成为了一家人 我们也同样可以成为彼此的大卫 成为彼此的约拿丹 在我们成圣的道路 以及追求主的旅程 神没有要我们孤单一人去走完 我们不但有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有主内的弟兄姐妹陪伴我们 我相信 在我们的世代 在我们西雅图灵量堂 也可以有像大卫和约拿丹这样坚定不移的友谊 真言十七章十七节说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让我们彼此坦诚 彼此信任 彼此扶持 彼此成就 彼此遮盖 我们要齐心协力完成大使命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遵守最大的诫命 来尽心尽信 尽义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也要遵守第二诫命 来爱人如己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在旧约圣经里 留下来如此详细的记载 让我们看见大卫和约拿丹之间 极其宝贵的友谊 是如此的真实 如此的触动人心 我们也渴望拥有如此极其宝贵的友谊 我们愿意成为他人身边的守护者 如约拿丹 不嫉妒 不猜疑 而是满满的信任 并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命定 去成全他 尽所能去保护他 我们也愿意像大卫一样 用心待人遇见什么困难 愿意向弟兄姐妹求帮助 对人信任 并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 愿意蒙光照 查看自己是否有什么罪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在此成圣的道路上 也有向大卫和约拿丹之间 情义的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彼此信任 彼此坦诚 彼此扶持 彼此成就 彼此遮盖 同心同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大卫和约拿丹之间